王室内斗再起 卡米拉欲拉安妮公主入伙 威廉王子发飙 教她做人 近日 外网媒体纷纷报道 卡米拉王后正在积极拉拢王室内的人脉 以巩固自己的王后地位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便是她与安妮长公主之间的关系 安妮长公主作为王室的主心骨 成为卡米拉力图争取支持的重要对象 有传闻称 卡米拉打算将前夫安德鲁 介绍给安妮长公主 利用他们的过去感情来增进自己的地位 然而与卡米拉的权谋相对应的是 威廉王子的冷静反应 她表示她和妻子凯特将继续全力服务于王室 不会因为内部矛盾而慌乱 事实上 威廉王子最近 还将卡米拉的妹妹赶出了皇家别墅 以实际行动展示了她作为 王室主心骨的决断力和领导能力 卡米拉王后的行动引发了人们 对王室内部权力斗争的关注 作为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机构 王室一直以来都备受人们的关注和瞩目 然而王室不仅仅是一个家族 更是一个象征着国家和民族的机构 因此王室家族成员的关系 应该建立在互相尊重和互助的基础上 而不是出于个人私利和权利的考虑 卡米拉王后的计划引发了许多猜测和担忧 她打算将前夫安德鲁介绍给安妮长公主 这一举动被解读为 她试图利用是过去的感情 来获得安妮长公主的支持 然而这种做法引发了人们对卡米拉的动机 和合理性的质疑 王室成员的行为和决策 都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声誉和影响 因此她的行为应该是以整体利益为重 而不是追求个人权利和地位 与卡米拉的权谋相对应的是 威廉王子的冷静反应 作为王室的未来领导者 威廉王子展现了她作为主心股的决断力和领导能力 她提议许多决定需要王室成员召开会议决定 以确保王室内部的稳定和团结 此外她还将卡米拉的妹妹赶出了皇家别墅 以实际行动展示了她对王室权利斗争的坚定立场 威廉王子的冷静反应表明 她将继续为王室服务 不会因为内部矛盾而动摇 王室的传承是一项伟大的责任 每个成员都应该以整体利益为重 而不是追求个人的权利和地位 王室成员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互相尊重和互助的基础上 以确保王室的稳定和团结 卡米拉的权谋计划引发了人们对王室内部关系的担忧 然而威廉王子的冷静反应给人们带来了信心 她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她作为王室主心股的能力 也展示了她对王室的忠诚和责任感 最后希望王室能够保持稳定和团结 避免进一步的混乱和矛盾 王室的传承是一项伟大的责任 只有通过互相尊重和支持 才能使王室继续发展和繁荣 每日邮报7月9日报道称 查尔斯三世国王和卡米拉王后 婚姻长久的秘诀之一就是分床而睡 她们拥有各自的卧室 这样不仅能让两人得到充分的休息 还能给彼此留下独立的空间 当于已故伊丽莎白尔氏女王不同的是 74岁的查尔斯国王目前并没有住在 白金汉宫或温莎城堡 而是住在克拉伦斯宫 消息人士告诉每日邮报 查尔斯和他的妻子卡米拉 在克伦斯宫拥有三间卧室 国王有一间依照自己的品位来布置房间 而卡米拉也有自己的房间 她也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装饰房间 另外这对夫妇还有一间共用卧室 他们可以随时使用 而且查尔斯与75岁的妻子卡米拉 不仅在伦敦分床而睡 在格洛斯特郡的乡下也是如此 据悉卡米拉在查尔斯的 海洛格夫豪宅已有自己的房间 不过她不经常待在那里 而是选择离她的孩子比较近的雷米尔 但无论住在哪里 他们到了晚上 通常都会选择不同的房间休息 王室专家约书亚罗姆告诉金鲍 国王与王后平常非常满繁忙 考虑到年龄问题 他们更喜欢分开休息 还有一个原因是查尔斯国王的健康状况 罗姆指出查尔斯长期背部疼痛 独自睡觉可以帮助他缓解这些问题 而哈利王子在他的回忆录备用中曾透露 他的父亲之所以患有这些慢性疼痛 与他年轻时打马球受伤有关 2021年查尔斯在阿米蒂奇先生的 桂冠诗人去了他的小屋一集中 也承认他的背不太好 不过说实话 王室成员选择不同的房间休息并不罕见 据报道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住在肯辛顿宫时 也是分床而睡 以故女王和菲利普亲王 甚至住在白金汉宫完全不同的两侧 很显然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感情 众所周知 威廉与凯特结婚12年来 依然非常恩爱 当两个人一起出席王室活动时 凯特就曾多次被拍到与丈夫举止亲密 而威廉也被看到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 来表达对妻子的爱 肢体语言专家朱迪詹姆斯 在接受快报采访时分析表示 威廉和凯特从结婚开始 就一直保持着对彼此的热情 他们从不另于让观众 看到他们表达浪漫的方式 只是威尔士王子和王妃 在表达感情时更喜欢低调 譬如威廉喜欢用鼻子亲吻凯特的头发 来表达他对妻子的爱 朱迪解释道 作为王室成员 微妙对他们的公关角色至关重要 他们向人们传递了一种平稳 稳定的情感 而不是激情起伏的肥皂剧 而撇开肢体语言不谈 这对夫妇还喜欢给彼此取有趣的绰号 来增进感情 根据《太阳报》报道 凯特王妃私下里喜欢称她的丈夫秃头 或大威力 威廉王子则叫她的妻子 亲爱的宝贝 和杜利德公爵夫人等昵称 当然除了王室成员之外 也有很多普通人选择 与他们的伴侣分开休息 据报道 大约25%的美国夫妇分床而睡 4%的英国夫妇 也喜欢在不同的房间休息 对此英国情感专家 特雷西·考克斯表示 分床睡确实也有好处 有时候 她可以极大的改善夫妻之间的感情 近日 威廉王子一家五口 发布了全新的黑白圣诞合影 玉查尔斯三世和卡米拉王后 发布的圣诞贺卡 形成了强烈对比 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 还有三个孩子 乔治·夏洛特和路易斯 身着修行装 站在橡树下 笑容灿烂 这张温馨的全家服 与英国王室过去发布的 正式照片风格截然不同 更像是平常人家的日常生活照 五口之家穿着便服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与树下的相果形成 和谐同意 这种亲民的照片风格 深受大众喜爱 也展示了威廉想要拉近 与公众距离的意图 相比之下 查尔斯三世和卡米拉王后 发布的圣诞贺卡 就正式的多 他们选用的是两个人 在今年五月 加冕典礼上 身穿圣装的合影 查尔斯三世 头戴着玛丽王冠 身穿绣有金鲜绣花的 深红色天鹅绒加冕礼袍 受持拳杖和胜术 卡米拉王后也盛装出席 头戴王冠 两个人在西米寺 庄严肃穆的氛围中 面带微笑 这种选用加冕肖像的做法 与1953年 伊丽莎白女王当年发布的 圣诞贺卡如出一辙 当时刚刚加冕的女王 也同样选择了 自己加冕礼上的照片 这象征着君主制度的延续 也显示出查尔斯三世 对传统仪式的尊重 对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